好的,我们来看第8课的练习前一半 我们这个视频是讲到翻译那部分的结束 也就还剩10个额外练习 来看第1个,还是词音变化 我这次呢,是结合借词 词音变化这方面,我们先把它写掉 比如第1个,黑莫拉 下写语达最好认识吧 单数的语歌 然后性,以R结尾多半阴性 多半是阴性 而且它属于我们长阿维维巴的那种 第一变革的情况 词音变化这些是你把那个语达去掉就可以了 黑莫拉 下一个,变化后的含义 一旦是语歌的话,to或者是for 为了,给,什么,然后得 它没有贴基,这个英文一般来说没这个,没这种写法 我还说,萨拉桑 萨拉桑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海 语歌,不是语歌笑 以N结尾,因格 然后,单数 还是以R结尾,所以 阴性 但它属于阴性当中 小短R结尾这种比较少见的情况 前面一个是长 后面一个是短 小短啊 那把N去掉就是它的圆形 萨拉桑 萨拉桑 那,加了一个N之后 在中文或者英文里面体现不是特别出来 但还是喊 萨拉桑 巴拉保拉伊斯 巴拉保拉伊斯 I的尾巴 语歌,然后 复述,然后 阴性 那,圆形怎么长 回到那个长A头上去 巴 巴 保 雷 巴拉保雷 所谓的 Parable 比喻 比喻 不过这地方它既然是个语歌的话呢 就是 to 然后for 还是一个复数版 下一个 哈马 迪欧 哈马 迪欧 长翁的尾巴 鼠歌 然后鼠歌的话 这也是个复数 然后这里方的话 哈马尔蒂亚 哈马尔蒂亚 阴性 光看一个嗡 其实不太能看出它是什么性 因为三个都长得一样 好,再来 这里方 哈马尔蒂亚 好 一群罪 众罪得 众罪 还加个得 好 下一个 萨纳托 萨纳托 萨纳托斯 死亡这个词 又下写的悠达 所以 又是语歌 但数最好人 只不过这位是欧死 那就 阳性 那 远行 萨 那 托斯 萨纳托斯 死亡 那这一方的话 给死亡 为了死亡 下一个 屿乌斯 屿乌斯 儿子 儿子 长了个乌斯的尾巴 负数的宾格 宾格 负数 回乌斯 儿子 肯定是阳性 那原型怎么长 是吧 乌斯 儿子 儿子 那这方是个负数版 宾格的话 就是桑子 众儿子 不过是在冰语里面出现 Exucion Exucion 以安慰尾巴 其实这个 东西来说 跟 前面的 这个很类似 这里时间关系 我就不 把它再重新写一遍了 跟这个很类似 不过 它是一个长R的尾巴 长R的尾巴 Exucion 所以它 在尾巴长度上 这个长R短R情况下 它比较类似于第一个 或者也比较类似于这一个 好 那它原型怎么样 把那个N去掉 Exucion Exucion 全名 全名 英文呢 就是Authority 下一个 Oranon 这个词好像前面遇见过一回 Oranon 那你看这个 跟这个是不是一样 那这两个就是 沙阳童的 复苏的鼠歌 不过 它的性 是个阳性 Uranos 回到它的原型上去 U R Nos 那 什么 天 不过 中天的 是吧 猪天的 猪天的 鼠歌的话 下一个 Oiku Oiku 那 U 告诉你 是个 这个单数的 鼠歌形式 单数的 鼠歌 Oiku Ou 那就是Oikos 一样性 原型怎么长 Oi 不过是个这个 Kos Oikos 房子 不过这一方 加了个这个 房子得 或者家得 下一个 Oi Oi 复苏版 复苏版 一个 主格形式 其实也可以是 呼歌 呼歌也找这德性 呼歌因为呼歌出现太少了 我就只写一个 然后 主格形式 然后 复苏 单数版是 Oi Oi 只有Oi 所以 阳性 O Los 什么 众人 英文的话就 Crow 它是个附属 附属 不就算是你是 单数版 其实也是翻译成 一个 附属版的 Crow Crow 也是指的是众人 也不会是 一个人 好 那么 这地方它还有个事 因为本课的一个重点 是学习借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它前面能够配什么阶词 比如在语格前面配的阶词 第一个 Hemera 可以是谁 我觉得你最应该知道的是N N 在N后面只能接语格形式 然后第二个是SalaSan 它是一个 这个宾格形式 宾格形式的话呢 比如说 Ace Ace 进到什么什么里面去 进到什么什么里面去 我们这里也稍微列一下吧 那 可以接 语格的 N 可以接 宾格的 这里有一个 Ace Ace 下一个 Balabalize 接语格 对吧 除了N以外 我们再看看 能不能再 出一个 除了N以外 接语格的话 其实还可以 有一个 A B 我们把它 换一个词 A B A B Balabalize 可以 也可以是A B 意思是 在什么什么之上 基于什么什么之上 就是Apan 下一个 Hamartion 宾格 宾格的话 比较源头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Abo 不过 如果你要写Abo 写在一块 其实 后面这个O是不要了的 O是不要了 因为它跟这个 A就打架了 真写在一块去 这个O就不见了 但是不见 需要用一个省印号 也就是写成这个则性 需要用一个省印号 Ap Hamartion 我们在 鼠格方面 再来一个 叫Abo 再往前面看 Sanato Sanato 宇格 宇格 这里有两了 都可以放在它前面去 或者说 如果我们不去计较这个词译的话 这两个它都能带 有一个 下一个 Vivus Vivus 宾格 除了有As以外 还可以有什么 宾格其实还可以再写一个出来 比如 我们可以写一个 到哪儿去的Pros 也挺常见的 Pros 好 下一个 Exocian Exocian 宾格 宾格还有吗 还可以 Gata 根据什么什么什么 Gata Exocian 下一个 Uranon Uranon 上去写下 这里就可以Gata 然后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Pros Pros 另外其实如果写在一块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降 是个E音符 而另外就是 如果你就是这个情况下 其实Gata的那个A也不见了 后面又是语言音开头了 这里这些细节就不写了 Uranon 数格 数格除了可以Apo以外 我们再来一个 Exocian 下一个Oiku Oiku 数格好像这俩 哪个都行 反正数格的话 嗯 而且数格还有些更多的东西 还有些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 数格也可以加一个这个 我们写一个Meta Meta 那Meta的话 我们如果这些数格 是表示的是跟某人在一块 或者跟谁谁谁在一起 它后面可以一些不同的格的 然后再来一个Ochloi Ochloi你真找不到 因为它是主格 主格和忽格 是不可能在戒词的后头 或者说不可能作为戒词的 兵语出现的 所以戒词兵语只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好 下面这个表格就说的差不多了 往下看 如果下面还有别的 我们继续 加到上面这个表格里去 来看第一个 Alpha 说 Anto Evangelion Anto Evangelion 什么东西 福音 所以是在那福音中 In the Gospel 那对于这里来说 N 后面只能接语格 看 是不是语格 下写的 Yota 最好人 单数语格 Esten Oikia Oikia是房子的另外一个写法 前面我们出现过一只房子 在这 Oikos 它一个阴性的 第一变革版本 就是Oikia 所以还是进到了房子里 进到了房子里 其实有时候也是可以翻译成 进到了店中 Oikia 也冰格的情况 在上面的表格里都有 我这里就不再写了 Meta Tu Yohannu Meta 后面接的是蜀格 接蜀格的话表示的是跟 约翰在一起 有些像个Wiz Together Wiz Jong 另外就是Yohannu 多多次一句 Yohannu 长得一个W的尾巴 好像跟这个一样 但它不是第二变革 它是个第一变革的词 它是一个以As结尾的 第一变革的词 在第一变革的时候 我们说过有两种 以AsAs结尾两种 阳性名词 而且用在这个名字里面 还用的挺多的 比如说这个的话 如果约翰写出主格来 就是 Yohannu Yohannu 它肯定是个男的 它用的是个A字尾巴 它是一个第一变革的变化 这些As也可以再写一个 Andreas Andrei 男的女的 这边少了个N 男的女的 男的对吧 然后这里放As结尾 按着第一变革几遍 但是它的数格稍微例外一点 稍微例外一点 数格的话 它使用的是个这个 有可能是从第二变革 借过来的 Model Tai And Gurios Meta Yosef Yosef Tai And Er And Was 这算是我们这一课 另外一个任务 A 在本课里面的 在本课里面的话 需要学七个M的形式 除了六个现在时代以外 再加一个 作为过去未完 简单说你可以当过去时 不过以后我们会讲的更细致一些 那叫过去未完形式 过去未完的一个Was 所以一共是七个形式 好 这地方的话 而谁是 而主 而主是 在谁是谁之后的 Yosef 非常明显 约瑟这个词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音译词 音译词的话 往往会出现 这个 变革不完全 或者说形式 没有那么多啊 作为外来词的话 因此对于这个词来说 它只有这一个形式 无论你是什么格什么数 无论你是什么格什么数 但是这也不可能是什么负数吧 那也太奇怪了 但是 无论是它是什么东西 它都只有这一个写法 所以你光看Yosef 你是分不出它什么格的 而写在这地方 我猜的话 这样跟上面 要做一下对比 上面已经跟了个数格了 所以我猜这个词 应该是 他想放一个宾格在这 Yosef Yosef 那如果是要接到宾格 那就是在谁是谁之后了 所以是主在 谁是谁之后 After After Yosef 这就是Meta跟不同的格表示的意思不太一样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写一个Meta 就非常明显吧 这些属格的时候也有Meta 叶宾格也有Meta 但是意思不同 好 接着往下看 说 Who does esteem For who else to do Who does 这个 这个 This 或也可以穿一线 This man 那毕竟是个阳性形式 Ors 你同意吗 虽然这是个指示词 目前还没有完全学到 I就是你会发现 这上面有两个中音 有两个中音 而 esteem 这个逼动词的ese 中音没了 从这儿 扔到了这儿 扔到了这儿 所以他自己不中毒 Who does esteem 而前面这里的一阳音 是他自己本身带的 这个算是原声 后面这个是从后头 挪到了前退 Who does esteem 这人是 Who you Ost 这人是神的儿子 这一句里面是没有戒词的 下面一个 Theo is Theo is Theo is 同样 这位是你们是 你们是 You are 而You are的话 本来中音在这儿 又来中音往前扔 扔到了这儿 扔到了这儿 这里的话呢 本来它是 Theo is 本来是这样的 本来是降下去 一个异音符 由于接受了这一个 中音之后 把这个异音符 就搬成了向上 说Theo is 你们是 你们是诸神 众神 下一个 Who does Agape esteem 很著名的一句话 一会儿你在翻译中 还会遇到一次 Who does 神 是 爱 神就是 爱 Agape 另外就是这一次 你中音应该扔不过去了 扔不过去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有个要求 两个 杨音符 不能连续出现 我画一个 类似于一个小兔子的形状 或者什么 两个杨音符 不能连续出现 因为杨音符像爬山一样 爬到山顶了 这个时候爬到山顶 你再继续往上爬 爬不上去 你得给它下来的时间 所以在下面一个的话 这个是扔得过去的 这是为什么 它有没有下来的时间 有 它是上去之后 一扬音是再下来 然后下来之后 你可以再爬一次 这个就上得去了 这里是上不去的 好 来看翻译部分 第一个 它来到哪里面去 刚才总结过杰宾格的 我们说了房子也有两个写法 对吧 这是我们在上面 词形变化表里面的写法 说 宾格 它进到房里 或者它进到房里 下一个 说 Excelten Excelten 其实这地方 你如果去看到中文翻译 你发现这是来 这个也是来 只是多了一个出 没错 你把这个出挖掉 不就跟上面一样了 是的 这个的elfen 其实跟这个erhetai 是同一个词 只是实态不一样 你说这两个词 长得很不一样 是的 因为这个词 本来就是你会遇到的 非常常见的一个 不规则动词 然后前面的x 跟后面的x 重复了一把 它下面的注释 其实也有说 你只需要翻译一遍 警方那些 只会一个字 一个字往上套的人 只会一个字 往上套的人 他可能会把out写两回 he comes out out of 怎么怎么样 多只写一次就行了 我们会有这样的 所谓的复合词 在动词前面 再加了一个介词 变成所谓的复合词 那 这边的话 说x out of 那是从哪儿出来 out of 他 他从他里面出来了 出来了 我讲到的 比如说赶鬼呀 鬼从谁谁谁里面 出来了 x 后面接 这个数格 刚才表格里面有写哦 doxan para androbon ulambano ulambano 主意到后面 主意到后面 整句话有点倒着写 doxan是荣耀 在 第一变格里面 那个小短阿的例词 就是它 我说了 有大长阿的情况 有长A的情况 有小短阿的情况 小短阿的话 就是以它为例词 doxan 荣耀 不过它后面是个N 是个宾里 这是宾格形式 是个宾 所以整句话倒着写 我们倒着来吧看 lambano 我接受 前面叫它个物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荣耀 从哪来的 para 从何处来 para 又是一个from 所以能表源头的 再来一个 在表源头这里 再来一个 above 可以表一种源头 x可以表一种源头 还有 para 也可以表示from bara 好 继续 说从哪来的 从人来的 Anthroben 副书版的一个书歌 说我不接受 从人来的 重要 第四 讲论 他说 他说 谁说主意在这 和耶稣 耶稣说 耶稣说 N的话字面上 是个N 不过也可以说个by 或者with 或者with 也就是用什么什么 作为一种工具来说 barbarize 后面的话 用比喻 说他用比喻来讲 对谁讲 toys orhoes toys orhoes 对那些 一个语格版的 to the crowds 这个词在前面 我们也分析过他 不过他当时在表格里 出现的是主 是主格 你还记得吗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in 这个in 有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 说因为这个 诗习约翰说 我用水诗习 而将来的那一位 怎么怎么样 用水诗习 听到有人说 用水诗习 用水诗习 其实看原文是 在水里诗习 不对的 不对的 哪怕是初级课本 也会说 n 不光是有in 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意思 也可以有下面的用法 第五 说 开 ebaptizonto hipaptu endo yordani 开 而 说ebaptizonto 后面有正受习 其实是个被动 如果要把被动的 诗诗人 做这些事情的人 点出来的话 就要用这个 by by 来自于什么 hipo hipo 字面上来看 是在什么之下 under 后面用的是outu 你的属格 又来了一个是吧 yipo 加个属格 所以你会发现 属格是最多的 其实属格也是 所有格里面 用法最灵活的 yipo 在什么什么之下 在这地方的话 就是被谁用 被谁施洗 说yipo 好徒被他 说他们正在受习 正在被他施洗 然后ento yordani 在约达河里面 n 有来了吗 解词断语 其实前面这里 也是个解词断语 n的话后面 只能接语歌 所以下面 下写yota 最好人 第六 也欢迎去看一下 这句话就有点难 它下面有一点点提示 也就是这个 gai 意思不止一个 也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在这里 它翻译成了一个 also 是个副词 而不一定是个 and 虽然可能在90%的情况下 都是and 但是有10%的情况下 它是also或者even also或者even 所以这地方你不要帮一个and来讲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它既然是一个副词 那它以白语来说就是修饰 动词 就是动词 那如果这样的话 首先虽然是主 没问题 lord 那estin is is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curios 是吧 中音又跑到这儿来了 所以说这个中音 扔了一个上去 扔到这儿 那谁是主 说 hoi ho hios do anthropo 这个我们说过 你可把它当成一个 固定搭配来用 人子 the son of man 说人子是主 再来 kai 我们说的是also even 不是and 所以也是 也是 人子也是主 再来 do sabato 一个属格放在后头 修饰 这个 这句子难就难在 它这个 curios 这个词的 修饰的部分 离它比较远 所以 人子也是 安息日的主 好 往下看 第七 kai Egene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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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dose 下面就是有 说dice hemerais 诶 这边看 dose dose 然后再加一个dose 这到底固定用法 dose当然不用翻译 说在那些日子里 elton 他来来去去 他去了 他去了 有遇到过吗 其实你还真遇到过一回 你真遇到过一回 在这 x elton 你自己看 是不是 前面多了个x 多了一个 借词的前缀 说 在那些日子里 他来 来到哪儿 说耶稣 耶稣来 然后从哪儿来 阿宝 阿宝 从什么地方出来 我们的 刚才数格里面 第一个 阿宝 表源头 从 拿撒勒 能长一个t来做结尾的 最显然不是 希腊语的习惯 希腊语其实能用辅音 做结尾的人不多 人不多 那 以t是一般不会来做结尾的 那这就是属于 直接音译了 这个西伯拉语的情况 Tes Galileas 加利利 这个词 倒是非常完美的 进行了一个希腊语化 还有各种各样希腊语 常规的那些歌词尾 说加利利的 拿撒勒 说耶稣 在哪些日子里 在 从 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到哪儿去 改 并且 E Baptist 并且他受洗 在哪受的洗 Es 字面上来是个Inter 到那 或者是 在那 东 Yordani 出现过一回 我上一次遇见 它是一个 语格 是用的这个节词 这回的话是个 A次后面 这些冰格形式 在约档河里 被谁 欲拨 By By Your Your Anu YourAnu 同时我们也看到 这个欲拨的话 跟上面那词 有点不太一样 上面那个的话 Web Alto Web Alto 我们说在 原音双原音前面的话 这个地方的 O不见了 O不见了 用了一个声音号 但是这个地方 O还在 O还在 说明后面 这个 Yorda 它不是一个 标准的原音 而类似于一个 J 而类似于一个 辅音的情况 所以它有两种功能 既可以作为原音 又可以辅音用 在很多时候 当它 Yorda出现在 一个单词最开始的时候 是当辅音来看的 Web 这句话在下面 它其实有一个提醒 或者提示 就是这句话里面 其实讲了好几层意思 你可把它分开来看 我们把每个开 给它断开 这里开断开 这里开断开 就三个东西 说 Hotheos Agabe 你这怎么出现过 神就是爱 稍微写一下 神就是 爱 然后 Kaiho Menon 那停留的人 其实这是一个分词 当人来讲 说那停留的人 停留在哪 En de Agabe 而那停留在爱里面的人 In the Love 那 En 都 在神里面 Mene 也停留在 Mene 其实这个词 而是他的动词版 就是他的一个分词版 说 而那行停留在爱里面的人 也就停留在 神里面 神里面 所以 在爱里面的 等于就在神里面 再来 第三个 说 Kai Hotheos Agabe Hotheos Agabe 一个论断 不知道各位 什么意见 就 他这么说的 说 神 就是 爱 而你呢 不理解 或者不信神 你又怎么知道 爱是什么呢 后来我把这个东西 提给了我的一位 曾经课程老师 他的说法是 这个说法有道理 但是这个说法容易使人跌倒 第九 Kai Elegant Autoist Do Sabaton Dia Do Anthrobon Egen Kai Uch 和Anthropos Dia Do Sabaton Kai Elegant 而他说 你会遇到很多回的这个说 各种各样的说 其实就拿几个形式 只不过这可能是在圣经里面 用的最多的动词之一 说话 Autoist 对他们 后面的Oist 其实是个语格 后面这里有个小点 这个小点的话不是分号 它除了有分号功能以外 也可以是冒号加个引号 所以后面是它说话的内容 而他对他们说 Do Sabaton 那安息日 对吧 Dia Dia下面其实有 这边上来个是因着什么什么缘故 在中文和英文里面 其实都翻译成了为了什么什么 Dia Don Anthrobon 接着是宾格 所以你宾格的情况 这次又多一个 叫Dia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宾格 Dia 再来 说 Anthrobon Bros Dia Kaiho R Ho Yesus R Yesus Meta 我们关心后面就跟什么格 是吧 刚才说过 后面有两种可能呢 你这边也是 Don Mazidong 用的是蜀格 所以 跟谁是谁一道 所以说Wiz 跟 Don Mazidong 跟门徒门 然后谁呢 跟他的门徒们一道 说 Anne Hor Rensen 其实前面也有一个 戒词的潜质 叫Anna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吧 说 退去 他退到哪儿去了 Bros 我们在前面讲 宾格的时候 出现过的一次 说Bros 跟Sarasan 我们前面的 语法分析表格里面 是不是就是他 退到大海那儿去了 退到哪儿 大海那儿去了 不过这个海 这海估计是加利利海 而不是我们的 这个地中海 好的 那 这一部分 我们就先录到这么多 下一次我们来看 额外练习的翻译部分 下次见